我們在開始上課討論一下IKEA這個個案 順便一開始的時候我想先講一下說 為什麼把這個個案放在這個地方 事實上這個個案當中 嚴格來說它可以算是一個比較整合弦的個案 因為你將會注意到這個案裡面我們所討論到的 是一個叫做跨國經營的一個情境裡面 那如果你之前有在聽課 然後真的不小心有聽進去的話 你會記得到我們有提到過 例如像在跨國的場景當中 很多的公司會面臨到一些所謂的一個 倫理基礎不大一致的一個問題 該怎麼解決 這個時候可能就有一些 像是我們提到過的那種叫做所謂的一個 整合式企業論之類的概念 來幫助我們來做一些權衡等等 那這個東西在這段課當中提到這個個案裡面來講 就會涉及到類似像這樣的一個意思 所以在一開始的時候請先跳到下一頁 我們先來簡單的回覆一下 在這個案例當中 到底他在講什麼東西好不好 那我們來請一些同學幫我們分享一下 第一個 余玲在哪邊 余玲 你為什麼每次都沒有幫你自己記的 你是不是每次發言完之後 都沒有幫你自己記的 蛤 我都有記 你的有記 你會幫我們分享一下這個個案在講什麼東西 開場有一個 有一個麥克風給他 因此 伊克屁亞的某一間工廠 某一個特定的其中間供應商 那是 是 在用公共 地毯的供應商也在用公共 然後 有一個電視台 來發現這件事情,然後要拍攝,並且公布這個事件 所以Kia應該要補還來講 有沒有要補充的?有沒有想再補充一點? 交給大家補充 其實我問這個問題,我一直很強調的一件事情 如果在企業裡面來講,各位的角色很可能常常需要傳遞很多的訊息 所以你怎樣透過這個簡單講的故事當中的過程當中 可以把你所認為的重要的一些事情講完,我覺得是很重要的訓練 再來,先可以幫余林補充一下 還是我們再來用點的方式 Kai Mi 有沒有可以幫忙補充的? 品豪說的那個,我沒有看完那個東西那句話,就先暫時省略掉 只有他能講,你們不能講 他一開始在介紹,是因為他身體的廢話 是 然後他講到一些最初的理念 他是想要念入瑞典當時的家具的環境 就是他那時候覺得家具的東西應該是讓所有的人都消滅得起 所以他的一些理念跟流氓這些瑞典的家具 是 是 後來他在一開始的展店成功之後 他就開始大量的到地產檢測了 是 後來發生了兩個問題 就是 他被檢測是他很強的,他沒有講 嗯 然後 第二個問題就是他被發現他們在 那個 巴基斯蘭那邊 來雇用了同工 嗯 雇用同工的問題是在 巴基斯蘭跟印度當地其實是很普遍的 是 對於郭忠那些獨家來講 那樣就是一個 這個比較沒有道德的事情 所以 後來 雇雅的那個主管叫巴呢 他就 到當棚 所以還特地就要去 然後去 呃 去 看一看他電視的狀況 然後去 當地關注勞工的議題 是 然後就是在 他的問題 就在講說 現在有一個 德國的製片商 他想要 那個 呃 拍個紀錄片 然後想要去 探討這個老闆 然後邀請 呃 幾片 上節目去分享 他們的對老公 欸 從公益的看法 是 那就是 巴呢 他其實應該要 上邊節目發表他的看法 是 好 來 簡單一下 好 那我們來簡單的討論一下 這裡面的一個東西 齁 這裡面我們現在問第一個東西 就好了 如果你是這一個 呃 好 我再簡單重塑一下大概故事的一個情節 故事的一個情節 他的主角 這個主角當中 他是一個 由IKEA公司派在 呃 南亞這個地方 他的職稱叫做 Business Area Manager 這個角色 那 Business Area Manager 是在幹什麼呢 好的 他嚴格來說 他的角色 是在於說 去看一看 IKEA公司 在南亞地區 這邊的一些 災後的行為 因為 IKEA公司 事實上 開始到大概 2016年 還是2015年的時候 才正式的獲准 可以在 才正式的獲准 可以用百分之百 持股的方式 在印度這個地方 來開設所謂的一個 營業的據點 IKEA過去的角度來講 他各地的一個分店 他都強調 一定要百分之百的一個股份 那 印度來講的時候 印度一直到大概 1980、90年代的時候 才開始開放外資 可以持有百分之五十一的股份 所以在那種情形之下 IKEA在早期的時候 他完全無法進入到印度的市場 所以他是到了2015年 2016年左右的時候 才開始正式的打算 在印度這邊來設點 所以在故事的情節當中 IKEA在當地的角色 事實上 就是Burnard的角色 就是所謂的一個 單純的一個採購的經理 那 在IKEA這家公司 在這裡面 在採購的經理這個部分當中 就過往來講 IKEA在今天來講 他買了很多箱毯子 這類的東西 可是在印度來講 這個地方 還有南亞地區 童工這個問題 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那根據在不同 童工問題到底有多嚴重呢 不同的單位出來的數字 其實也都不大一樣 所以也講得清楚 例如像印度 就各外裡面的寫法來講 印度官方的統計數字 童工是多少 童工大概有100多萬人 但是就其他的一些 所謂的一個 叫做NGO的統計來講 他最高最高 可以到1000多萬 這樣的一個童工的一個數字 所以在這種情形之下的時候 印度的童工是非常嚴重的一個問題 然後再來 第二點 所以來自於說 那 童工在印度 對西方國家來講 童工是一件 不合法的事情 但在印度來講 這個事情 事實上叫做恰恰好 因為在印度裡面來講 他很早以前就有一種習慣 叫做什麼呢 我今天跟別人借了錢 對不對 借完錢之後 我借了他很多的錢 那因為利息很高 所以我不需要還這個債 我就這個債務 不是只有我扛 負債子扛 所以我的小孩子 一樣得背著借給債 如果我死的話 債就全部都是小孩子來扛了 所以在這種情形之下的時候 就有像這樣的一種 所謂的一個類似的 把我人生就賣給我的債主 像這樣的一種文化 那這個東西雖然在1933年 印度還是在給英國統治的時候 英國曾經立法禁止過 像這樣的東西 但是在印度這個地方來講 印度的法律 跟台灣的交通耗制一樣 不是 跟高雄的交通耗制一樣 是僅供才不好的 所以在這種情形之下的時候 大家就說 有這個法律我也不在乎 後來印度他也脫離了 英國的殖民的一個時代 進入到自治的時代 到了1970年的時候 他覺得這個還是一個問題 所以呢 再次的立法去禁止 處理像這樣的東西 甚至到了後來他也覺得說 童工可能是一個 比較不大好的一個行為 所以開始去禁止 去限制了一些 童工他可以上班的一些地方 那現在問題出來了 為什麼印度不禁止童工呢 印度的官方的講碼是來自於說是 那是因為我們這邊很多的環境都不好 如果今天小朋友不出來賺錢的話 家裡可能都吃不起 所以我們絕對不可以認真地禁止 像這樣子的東西 在我們印度當地來講 他只能夠用合理給小朋友的一些 一些工作環境的調整來保護他們 就是在印度當時的一個環境之下 是像這個樣子 然後呢 在這個個案裡面 中間又講到 其亞經濟歷史的部分 我們待會再回來對面一塊 那就個案裡面來講 現在碰到的問題是說 在大概1990年代開始的時候 同工問題在西方世界 引起了較大的一個重視 那例如像雖然說聯合國 早在1970年的時候 就有成立一個 類似像是協定的東西 有一個叫ILO 國際勞工組織這樣一個單位 來找很多人簽署一個東西 說我不用同工 但是在當時印度 巴基斯坦 尼泊爾 他們都沒有簽這樣的東西 也就是說 事實上同工這個行為 在這些地方來講 他並沒有被禁止掉 可是在那形式之下 還是很多會遭受到很大的壓力 所以像是 之前有人在做紀錄片的時候 就有說 印度那邊還是有很多的同工 點錯完之後 大家就上新聞 大家就在罵說 你怎麼可以用同工 罵完之後呢 好 那當然 裡面 名氣比較大的成商 可能就容易被點出來 例如像是比亞之類的等等 所以一定要開始想去處理 像這樣子的問題 開始訪問了很多的地方 例如像問過聯合國 也問過德國另外有一個單位 那個時候呢 德國 一些德國的公司 跟印度的一些費盈利組織 他們就成立了一個單位 叫做什麼呢 叫做這個 Rockmark這樣子的東西 那什麼叫做Rockmark呢 你們知不知道Fair Trade這個東西 你們知道公平交易規章 規章這個東西 誰可以幫我解析一下 那個同學是做什麼用途的 公平貿易的那個 那是剝削嗎 嗯 是 比如說咖啡的時候 是 奶大杯豆有個 價格 因素能低 利率沒有價格去收購 啊 之類的 好 很好 還有誰可以幫我補充一下 在什麼地方你還看到Fair Trade 在比較農業為主 然後經濟比較不要那麼好 欸 你們真的逛街都沒有看過Fair Trade這個東西 好像也有人看過 有聽過 可是沒有 就好像也就是 應該逛四集的時候 會看到就是有一張牌 那我問一下那個工藝行銷的老師的那個學生 欸 招門的 你們有沒有看過Fair Trade嗎 這類的東西 Fair Trade 沒有我嗎 嗯 有還是沒有 沒讓我意外嗎 沒有我不好 Fair Trade是一個綠色的一個徽章 欸 那個 你幫我找一下Fair Trade 把那個帽子找出來 那那個東西最早是來自於說 他們認為說很多的一些 很多的一些在發展中國家的一些初期成績的工作者 特別是在農民當中 他們的一些產品是嚴重的被剝削 那所以他們開始提倡出來的事是來自於說 為了幫助當地的人得到脫窮這樣的效果 所以我們應該在展購的時候就要給他們一些保障 那日後從保障這個地方的延伸來講 除了價格上的一個調整之外 我們也希望這些供應商們能夠同時來幫助這些人 來解決他們的一些環境上的問題 所以 甚至像 例如像是 Starbucks來講的時候 他們的計畫裡面甚至應該也包含到說 來協助當地的農民 進行高高價值 的一些合作的方式 那這樣子做完之後呢 他的徽章就會長起來像這樣子的東西 那基本上在所有fair trade的產品當中 就會貼上像這樣子的mark 那一般來講 這樣子的mark貼上去之後 因為你要去給那些農民一個 根本合理的價格 通常來講會稍微貴一點點 用像這樣子的方式來做到面做銷售 那那個東西其實在國外蠻流行的 那台灣我記得我剛回來的時候蠻多的耶 難道現在已經不靈了嗎 好沒關係跳板 好 那 就他們來講 德國的公司就跟所謂的一個 印度的廠商 他也做了一個合作 他說 那這樣子的話 因為大家都覺得說 我們印度的公司這邊 很多的一些製造地產的工廠 他們用了銅工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告訴人家說 我們不是用銅工的 那如果這樣子的話 可不可以讓大家更願意支持一下 我們這樣子的產品 所以他們組織了一個東西 叫做所謂的一個 Rugmark這樣子的符號 那麼這樣子的東西 他的用途就是放在所謂的一個地方上面 像我們在買很多實品上面會有一些徽章之類的東西 像什麼CIS認證等等像這樣子的符號 他就是想做成像這樣子的東西 那在當時的歌案裡面 然後說的成績來講 是用這個組織叫做Rugmark 然後到了大概2005年的時候 這個組織 他可能因為跟德國人分手這類的關係 他有做更名這類的動作 他就轉成了叫做這個 GOOD WEB這樣子的組織 但是維持一樣的形式 就是針對印度這邊的廠商 他來同工一些 在我這邊對我認證過的廠商 他是沒有使用過同工 這樣子的一個東西 那再來我們再回到印度的同工的環境裡面 印度的同工長什麼樣子呢 最小可能就歌案裡面來講 五歲可能就跑出來打工了 因為家裡沒有錢 那這些同工通常來講 會分散在各種不大一樣的一個產業 例如像可能派你去挖礦 派你去採集砂石 派你來做種田之類的動作 那歌案裡面的講法是來自於說 大概有二十萬的同工 他們是在做這些 跟這些編織地產 手工編織地產有關的一些產業裡面 再來他們工作的場地裡面來講 除了有一些人是在工廠裡面做之外 印度跟台灣早期的那種叫做代工的環境一樣 你們家裡有沒有人小時候 你幫過你媽媽在做玩具或者遮一下的 對家裡在家裡面做這個事情的 有 真的嗎 我小時候在家裡面會跟我媽一起包那個 尤其玩卡跟紙摸 會花兩天 你家裡帶包嗎 你家裡帶包嗎 自己長下來 你是哪女人 新美式 新美式喔 齁 好 類似像這樣子的意思 在印度其實 即使到現在還是 大量像這樣子的生產品 是在所有的一個家裡面自己來做的 所以就是說 等於說 父母就直接帶了小朋友在家裡面來做 這些人嚴格來說 他們也算是同工 這是在當時的一個狀況 好 那這樣狀況講完之後呢 就要講現在剛剛什麼事情 出來玩這些東西之後 可能他們出來說 我們要做些對策 這個叫做Rock Market的公司 這個組織 他來問IKEA說 你要不要加入我們這樣子的組織 因為IKEA已經還是相當大的一個採購組 就是不管在北美地區 還是在所謂的一個 歐洲地區來看的時候 他都一很大量的採購組 所以就好像你說 好 例如現在成立一個叫做ASDSP 這樣子的單位對不對 那麼 剛成立的時候 你要找誰加入 你要找中山嗎 找大咖的加入 對 就要找大咖的 所以他們可能就先說 像什麼哈佛之類的 你覺得他們需要做認證嗎 不用 根本就是直接送張牌子給你 就不錯了 也認證都不要給你 都不用你做 像我們這種小咖的 才是要去 背公屈膝的附大小 這段有錄音 糟糕了 還是要背公屈膝的來做這種事情 所以他們就找IKEA來做這個東西 那 是否IKEA要加入這個組織 其實現在還沒有決定 然後碰到第一個問題 有一個德國的一個紀錄片 德國的一個電台 跟他聯絡了 說 我們最近有一個導演 拍了一個紀錄片 拍到你們有在 你們的某一間工廠 它叫做 這一個 這家工廠 他們裡面有用同工 你能不能告訴我說 為什麼像IKEA 這麼大的公司會用同工 能不能請你拍一個人 上我們這個節目 來做一下說明 既然 扯到了這個公司之後 我們就要稍微講一下 這家公司了 這家公司幹什麼的呢 這家公司做什麼的 Reven做什麼的 我們現在講了 產品是什麼產品 Copy Rug 這類的東西 所以它就是做毯子跟地板 這樣的一家公司 然後它本來的規模不大 它也是一個生產體系很落後的 那IKEA這家公司呢 在突然中間有提到過說 它到後來發展經銷體系的時候 它的哲學是什麼 找人家剩餘的產品去做 好 它大量去用人家剩餘的產品來做 好不好 再來還有什麼東西 成本 就浪費是一種 就被允許 好 還有呢 低價 低價 好 還有呢 它是那種看誰報低價 就跟誰買的嗎 還是說還有其他的一些東西 好 就IKEA的政策來講的時候 它的做法是 它會希望跟它的供應商 盡量保持一些比較很好的一些層次的關係 所以在某些的時候 如果當它的供應商 它給一個生產技術能力不足的時候 它會願意去 對 帶人去交 來幫助它建立起比較好的一個生產活動 那這家公司來講 它們就是IKEA這樣行之下 就扶植的一家公司 在一開始的時候 它們碰到一個問題 是說 它們的一些那個叫什麼 那個 在做這些所謂的一個毯子的時候 需要大量的用水 它們在用水的資源上面來講 加上了很多的污染 所以呢 IKEA公司就甚至派人去他們公司說 好吧 我們來幫你們公司 來做一些所謂的競選的儀器 那這裡面來講 這家公司就說 可是我沒有錢那怎麼辦 IKEA公司就說 不然你出一點我出一點 我們先把它做起來 配合了像這樣子的東西 把它做起來 可是 現在 人家說 好 IKEA在家 現在他們說 IKEA應用同工了 這就是你們被點到的公司 可是 這所以IKEA公司來一個新的問題 再來說是在第一次 之前碰到童工事件 他們是不小心被掃到榴彈的時候 他們就宣告說 那麼 在這種形式下 如果我們的供應商 再用童工的話 我就會跟他做解約這樣子的動作 所以 現在他被抓到了 然後 電台找他做訪問了 所以 來 我們開始進入到討論 問題一 你覺得 這一個 Business Area Manager 南亞地區的經驗 他 該建議公司 派 還是不派 這個代表 上WG電視台 接受訪問 認為該派的人 請你選一 認為 不該派的人 請你選二 現在開始 開派的人 請你選一 不該派的人 請你選二 好 我們看一下 大概的數字 有百分之二十左右的 欸 剩十五了 好 呃 你覺得不該派的人 誰可以分享一下你的理由 不該派的人去說說明的 我覺得 因為 你已經知道對方是 惡意想要挑挑挑挑挑挑挑 他就開到啦 怎麼會惡意挑挑挑挑挑呢 蛤 他就開到啦 他就開到啦 他跟你講的這部片有開到啊 而且他也就給你看的啊 對 但是 就是他 感覺其實想要 因為 他們已經拿出這個施證說 啊 你 做這樣 tirong 所以我覺得身為 哦 他們必須要迴避一下人家的證明東西 然後也許如果真的要迴避這個時間的話 也許可以選擇一些不對自己自身比較友善的媒體去做迴避 然後另外一個問題 什麼叫做找友善的媒體 你的意思是說韓國瑜專訪就應該找中士 然後小英專訪就應該找民士或者氣 你覺得國外的媒體都會像台灣這樣子都會避零分明嗎 但是至少會有一些比較偏重力 所以如果你知道說這個民主在幫某個 某個企業來做洗白的時候 他講的話會有用嗎 當然 例如像今天如果中士在講說韓國瑜好棒棒 你覺得一般人會對韓國瑜的形象改造來講 會有正面的幫助嗎 這個當然這件事情就是不會讓大家 所以就讓我繼續黑下去 不是就是就不會讓大家知道說韓國瑜他的定位 然後他的傾向是不自在的 但是一定會有比較偏中業的東西 就是已經他有一點點心 所以中業就跟你說 欸這邊有童工 能不能解釋一下怎麼會有像這樣子的狀況 對然後也許我們那個時候會有一個比較合適的包裝模式 我覺得如果從PR 中業定位 OK 自己來主導這個東西 好 覺得說你會派人上去接受訪談的人 誰可以分享一下你的理由 應該要去 我覺得應該是要去 然後因為他可以配派一個人 然後去節目裡面 就是代表公司的立場 然後說 就是跟社會大眾道歉 然後並且提出一些以後的改善做法 或是可能因為印度那邊可能需要長期的社會公益 才有辦法改善這種情況 所以他可能可以透過一些可能長期的教育 或是資助的方式去針對這個同工問題進行改善 然後也可以針對他以後的合約 就是他可能跟其他公商的合約可以增加這個 現在已經加了不用同工的合約 現在加了 對現在加了 那以後可能可以提出說 加了也沒用啊 就可以告他啊 可以告那個公商的違約 告公商違約 對 OK好 表示自己公司的違約 OK好 所以等於殺別人來證明自己的清白 對 那為什麼你不好好的管一管 就每個人好信心要道歉 喔 好 好 那 我們這個地方先pause一下 我們來跳到第二個問題 因為現在出問題的公司是一家 這是Reagan的公司 那我們剛剛在討論 在簡介的過程當中提到過兩個東西 是一 印度這個地方來講 因為很多地方來講 當地上比較貧窮的 所以他整個做地帶的地方 就各方面的寫法來講 叫做所謂的一個Cropet Belt 這個東西 所謂的一個地帶帶 就是大量整個區域的地方 包括這個東西來維生 因為有很多的同工 那所以可能這個工廠就涉及到很多人的一個生計 再來第二個 IKEA本身的一個策略來講 是盡量去扶植 他覺得值得扶植的供應商 而這供應商來講 他是一個單純只想賺錢的供應商 還是想把自己的事業做得更好的供應商 就個案的描述來講 他是一個只想去用盡更多手段賺錢的供應商 還是就個案的描述來講 他可能本來不知道什麼叫做 IKEA心目當中 比較像樣的一個供應商 但是當他知道之後 他會逐漸的學習改進的供應商 看起來是哪一種 會學習 應該是會學習 OK 就柯爾面的看法來講 是他會學習改進的 甚至願意投資產品在這個裡面的 可是我們在合約裡面 我們又有寫說 對不起喔 你如果用同工的話 我們就要解除掉 你的一個供應商的關係 所以在這個情形之下的時候 Bernard這個人 他該怎麼建議他的公司 他應該立即的取消 跟這一家叫做Reagan 這一家工廠的關係 還是他不該取消 覺得該建議取消的人 請你按1 覺得不該建議取消的人 請你按2 現在開始 覺得該該取消的人 請你按1 不該取消的人 請你按2 現在開始 我們看一下 好 該取消的比較少 覺得該取消的同學 誰可以分享一下你的意見 為什麼你覺得該取消 我就是選擇該取消的那個 我就是選擇該取消的那個 這是對吧 這是該取消的 第一次該取消 這是要該取消的 就是台前一套 但是台下一套 所以就容易被針對 所以我覺得 就像你要秉持自己的精神 跟那個理念的話 事實上 它就是 違反了你的企業精神 儘管它是你的主要公司 可是 可是 我們這邊合作了這麼久 你要有改什麼都改過來 更重要的事情是說 我真的沒有用同工嗎 我真的沒有用欸 我這樣跟你講 你現在怎麼看 真的沒有用喔 對啊 我真的沒有用啊 那可是 那個媒體那邊拍到的是 我不知道 可是我真的沒有用欸 怎麼辦 那我們還是 先贊同我們的 合作 不是 這樣贊同我們的工人怎麼辦 他那個小朋友 覺得 昨天正在準備 拿那個學費去上學的 現在這樣怎麼辦 哇 那個 這樣嗎 搭配 搭配我們 旁邊的做法 怎麼辦 怎麼辦 嗯 都要怎麼辦 哈哈哈 來 還有誰贊成取消的 可以分享一下 真的 剛剛那個問題 剛剛提出那樣子的問題 該怎麼辦 贊成的 快點跟我們一些好笑的答案吧 欸 怎麼贊成的現在都說起來了 哪有 還是贊成啊 好 那你要怎麼回應他 崩潮現在跟你講的沒有錯 我看到有就是有啊 所以就不行 嗯 你看到哪裡有 那影片 可是那真的不是我們的人啊 不管啊 反正讓人家覺得你有就是有 可是那真的不是我的錯欸 這樣把我取消掉的話 而且我們合作了那麼久 你要改什麼就改什麼 我從來沒有騙過你啊 這件事情我怎麼會騙你呢 騙人 你講這句話就騙人 不是我真的沒有騙你啊 我們印度人 印度人是很誠誠的 神告訴我們不能撒謊 神告訴我們說 連那個洞不能打都不能撒 那就是有法律 法律主禁啊 就打官司啊 反正我要給你解約 就是有 OK 你們用這種幫助對我 對待我是不是 好吧 來 嗯 覺得 不會跟他解約的人 誰可以分享一下你的 你的見解 我覺得說 同工問題是印度長期以來都有的情況 然後原因就是因為經濟不良所產生的 然後就算提亞退出了 這個問題還是不會被解決 那 不如先從改善 同工的工作環境等等方面 它開始著手 還是比較實際 然後再賣效 減少同工的數量 會比較實際 好 很好 看一下 欸我找誰呢 這個我希望 這個我要找一個有趣的人上來幫我扮演一下 校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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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床了沒 起床 他終於起床了 是嗎 校尾你知道我們現在演到哪裡了嗎 知道 欸 你知道我們演到哪裡了 真的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還假的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他真的 你感冒是不是 感冒是 沒有他在睡覺 他在睡覺 過敏 過敏 這時候有把志賢找出來嗎 好 來 志賢 你現在扮演的角色 叫做 德國電視台的主持人 好不好 好 來 你坐到前面 你 來扮演 對 那一個 所謂的 Burnett那個人 就是Ikia的代表 對 坐到前面來 好 作為一個主持人 你有沒有看過call in節目 有 你 你有沒有看過黃潔的諮詢 黃潔 好 現在把你的黃潔的臉拿出來 黃潔 開始來跟他講看到了什麼照片 然後希望他給你一個可以的解釋 好 來 這張照片 裡面有幾個小孩 我看到有不少的孩子在這間工廠 就有對不對 那這間工廠是你的工廠嗎 照圖片中背後的商標看 看來是不是沒錯 那可以大概指示一下這是什麼 很明顯的問題 因為工廠在我們不知道的情況下 復用了許多的工廠來從事 那個地毯的製造的業務 是的 那本公司對此也感到十分的疑問 就是我們應該過去要增進 在這方面的建築 然後旅行人們對其他人是聯合國等 或是其他人的副組織的承諾 對 非常抱歉 那這樣子的事件發生 你們有做相關的處理動作嗎 有 有 在規劃找其他第三方的城市來對 第三方的監督機構來對 我們的工廠商進行輔導 以及後續未來在同工廠上的監督 那除了之外 IKEA又有廢話說 是否要再 就是看其他的組織機構合作去協助 不好意思 我記得你們在工廠商的合約裡面 有提到說 如果有規法指標同工廠的話 那他們很會是尋找合作關係 那這一點 你們過去確實有做出這樣子的行動 但是現在的領導傑森有心的想法是說 而工廠商問題是根據印度本地經濟不一樣 比如說產生的一個現象 那 那這女郎出奇數這樣子的條約是為了什麼 你們不是一直都知道印度是這樣子的版本 為什麼會這樣 是的 沒錯 但是我們覺得 或許IKEA可以再做得更好 各位觀眾 我寫下白紫的 IKEA是什麼樣的公司 白紫黑紫的公司 用鴻公的公司 我要繼續嗎 繼續啊 不然你寫下廣告 我看到 我看到 我看到黃捷被打敗了 害我好難過 有嗎 所以即將解釋過嗎 要救到白紫的內置是什麼 好 那 寫下來不用 他現在 寫下來說要 說要那個 敗耳釀那個供應商 真的還要不錯啊 白紫黑色鞋的有用嗎 所以你們現在 就是放任這個工商 繼續這樣子去做 當然比較少熱 例如是 如果通通的前面就是這樣 我們就是會去找 其他的第三段公司 來對他們進行 督造以及 付出他們 在未來減少公共的雇用 還有改善目前現在 通通的工作環境 以及他們的工作時序的人 對 對 那 根據你們的銷售佔比 德國是你們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地方 對 那這件事情 現在已經公開出來了 那相信在德國的市場很大的升級 那你有什麼 有什麼話要跟 德國消費者 去說的 我們在說 對德國消費者表示說 非常抱歉 並沒有在 事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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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並沒有過去的 弱勢確切的監督 來知道 知悉這個狀況 那 對此感到 實際的抱歉 不好意思 那未來的話 我們會再做更嚴重的政策 然後再針對這方面去做定期的回報 讓德國消費者知道說 IKEA是有誠意要去改善 目前印度供應商說明你的功能 那你覺得以德國的民族性會認同您這樣子的說話嗎 想必是有不少人會反對 因為民進民其實有所不同 但是 相信 未來的說服第一的話 也是我現在說要去說服 德國的消費者說 IKEA確實是有利益 以及 信心去改善當地供應商的情況 那您是 這是總共之力給所提出的 可以提出的 可以提出個人的情況 目前 雖然是個人很想的 但有極力和總部在進 所以你們還沒有大分公司 是的 好 這邊先暫停 先這樣可以 好 謝謝 你們看到了這邊這一場當中 來 你覺得剛才這樣子的回答 對於你們旁觀的觀眾來講 假設你看到這樣的恐慌之後 你覺得 你覺得 對你來講 有說服 有或沒有 這兩個極端來看 你覺得 對不起 再投一下票好了 你覺得有說服力的人 請你選一 沒有說服力的人 請你選二 對 對 最不你接受Kia的那個 的那個 道歉 然後願意繼續買他的產品 然後你覺得 看完之後你覺得 算了不要買他了 好 我們看一下 OK 所以現在看起來 雖然是很接近 但是至少有60%的同學 覺得說 嗯 不是很難接受 這樣子的一種說詞 來 那如果這樣子的話呢 那我們 我看一下喔 志豐 志豐來扮演 主持人的角色 你是主持人 上來吧 好吧 換你了 啊 我昨天都沒聽到 不要看 你是 那個 IKEA的代表 你現在邀請你受邀的電視 到了公司 那並且我先附帶一點 我們先假設 你現在講的話 就代表IKEA的政策 啊 公司授權給你了 你知道 你知道你要負責訪問 什麼事情嗎 紀錄片的那個問題 蛤 你還沒有很確定嗎 那怎麼辦 還是我們繼續把刺嫌叫上來 刺嫌上來 因為我想讓那個東西 盡量能夠 讓比較像的那種樣子 跑出來一次安排 你知道你就 我還要再想一次 好 現在是不要跟那個公司上 對對對 你是解約那一派 你說你在解約的嘛 所以我看你怎麼 怎麼問他 怎麼問他 我感到耶 好 那 一樣嘛 來 讓照片 請你看到 一樣的底下 就是我們的 中文上的復用服務 那你覺得這 這符合你們的 系列文化圈 是什麼 非常多 在此 代表 僅代表IKEA 像社會大眾套錢 所以 那你們目前的 旨幟會是走向 因為我懲處 那你們走 目前的組織會是怎樣 你們去進行 我們目前的做法就是 先跟公益商 順利了解 到底有沒有這件事情發生 然後這件事情是 從多月份發生 那我們就會 依照我們上面的 討約討款 就是 可需要 像撐出來就撐出來 需要解約 不是因為你們說 不管是誰 今天收集的 這個 還是要有一個模式 一群正常的 來確認這些 那所以 處置會是 處置會是 如果確定 他就是 非法會 那我們覺得 跟這些公益商 結束多一點 就是 由你們之前 對 並且我們還有 陪到過世 他們有一些 雇用的總統 他們有一些 生活 家庭的困境 都需要做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 跟當地的 教育機構 然後一些 公益的社 公益的一些 機構 來做什麼 做來 看一下怎麼樣來維持 比如說這些 這些 成功後續的 這個 這個 活命的這個計畫 嗯 那顯然 對公司 也是非常 致力於 保護 當然啊 這是我們公司的使命 你現在很快 但是 有這個使命 有這個使命嗎 有這個 事件爆發 都勢必會造成 你們德國市場的一些 一些 一些 虧數 或者是 影響的狀態 那你有沒有 測試的話是有機會 跟 德國的消費者 說一些話 嗯 德國的消費者 說一些話 嗯 雖然我們IKEA在 就是 嗯 就是我們IKEA在 這個方面 確實是輸漏了 這個 管扣每個 確保每個功效 不要亡 為什麼整個 這個 這個 所以我覺得 消費者 可能會有 可能 就是我們 後來以後 也會越做越好 希望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為了 記得守術手 短地 繼續 準 MIT 謝謝 謝謝 好 來 您可以回去嗎? 一樣喔 我還是剛才一樣的一個問題 聽完 假設你很不小心看到了這個電視的訪談 在那情境之下 看完之後 你會願意繼續購買 IKEA生產的產品的人 請你選一 你會拒絕去購買 IKEA產品的人請你選二 現在開始 現在要配給付 P1個 P1個 P3個 P4個 P3個 P4個 好,來,我們來看一個大概的數字 OK,所以在這種情形之下,會願意接受的比率比較高 至少就這個行程來看,是像這樣子的數字 好,沒關係,這個東西我們保留到後面,再來處理它 來 台灣人,你今天上不上天使之後,我們就問到了 就要問到下一個事情 因為這次有同工的事件爆發,對IKEA來講,畢竟不見得是一個好的事情 所以這時候,正好有這個組織,它是國際的組織 德國的人,跟進入這邊的一些產商所做發行的組織 叫做Rockmark 它的主張是來自於說是 我們會去想辦法去確認一下 這些做地板的供應商 或產值的供應商,他們並沒有去用同工 那這些經過我們訓練完的成商 如果你跟他們進貨的話 你就可以在你的產品上面 掛上這個Rockmark這樣子的產品 這樣子的一個標章 好,那他們之前就邀請了IKEA對不對 那他也在等IKEA來回覆 所以正好要出了這個事情 所以你是Burner這個人的話 現在你會怎麼回覆 你會說,我們應該要接受他們的邀請 加入這個組織,還是會不要 你們聽懂這個問題 你是否要接受Rockmark的邀請 如果你覺得可以接受的人 請你選一 覺得不能接受的人 請你選二 現在開始 對,你要加入他 可以拿標章 讓他跟你說 我可以來幫你做所謂的一個 這種同工的檢查 請記住喔 因為Rockmark來講的事情是說 由他來幫我執行這些同工的檢查 跟確認 對,所以你跟他合作的程度上那邊下單的話 我就可以給你一個 像這樣的一個標章 然後並且 我們是德國人跟印度人合作的組織喔 我們德國人一向很嚴謹喔 德國人一向不會撒謊的 所以我們絕對會認真地來做 因為剛才我們本來說 那個Reagan這家公司跟我們說 我們並沒有同工 結果他跟我說他不相信 所以我們現在知道你會不相信 所以我們找了德國人來背書了 好,這麼多的資訊進來了 開始投票吧 好,我們看一下 大概有數字 大部分的人要小部分的人不要好 你會建議不要加入這個組織的人 誰可以分享一下你的理由 不要加入的 不要加入的 不要加入是個很好的理由 但是為什麼 就是 我覺得IKEA原本的商品導向 它本身是一個以低成本為 一個策略的公司吧 如果你今天加入 不管是 有可能因為Reagan 它本身是一個 可以讓你成本去做壓低的一個企業 所以你今天找了一個第三方的組織 然後從石油去找一些客人 他們的能力需求是 等於說他們給付 給的是以成人為主的 這間公司 它的成本一定會比較高 因為同工BG的話 他們不用給很多薪水 他們的 就是地毯的這個價格 可能可以壓得到 或是其他的 也可以壓得到 但是你今天請這個第三方組織公認 或者是 其他的廠商來說 它的成本這樣 可能就沒有辦法壓低了 所以它可能其實會影響到它原本的產品 OK 那 所以 你 會禁止你的 供應商 用同工嗎 我一定會禁止 但是 它應該要思考的是 它另外的機會 如果你 所以它要不要禁止 我覺得要禁止 所以 它原本就有立法 就會禁止 那 所以 可是像你剛剛講的時候 你說同工的成本更低 也可以把成本碰到同工之前 這兩個會不會矛盾 還是你要告訴我的事情是說 你的想法是來自於說 我嘴巴上我們不用 但是 骨子裡面你們怎麼用 我不管你 讓我可以卸責就好 可是就是我覺得 很 直接明確 就馬上加入這個組織 這其實 不一定符合他們的定價 他們也還沒有做一個很明確的分析 他們只是 馬上就思考說 他們是不是一樣馬上去認這個條商 他們其實說不定有 額外的機會點 或是 額外什麼的機會點 就例如說他們成本可以提高 然後他們也不是用同工的組織 就是 的 供應商 就他們本身不是用同工的供應商 但是成本也可以 壓可能 稍微 就是低一點 要怎麼樣可以說到這樣子 就不一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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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一定有這種地方啊 只是他們 他們 因為他們一直用Rack 只是 全球產購這麼長的IKEA 笨到想不到 這麼好的IKEA 不用同工又可以變低 然後 是不是 可是他們本身不知道他們自己是 他們是用同工的啊 現在知道了 現在知道了 那他們就還沒有繼續去尋找機會點 他們一直都是跟Rack 做合作 有可能是那個供應商之一 對啊 只是之一而已 不是唯一的 對啊 他們還有其他的嘛 但是有可能是 假如這個Rack 他可能是 所以其他第二家也說了同工 FIRE 第三家也說了同工 FIRE 然後 之前傳說IKEA是一家用同工的公司 那 現在有人告訴我說 有這個標章的 代表他沒有用同工 我到了IKEA一看 欸 他沒有這個Mark 那表示IKEA還是有人用同工 表示IKEA是一家 會用同工的公司 這樣對你的市場 會比較好嗎 可能也不會吧 那怎麼辦 還是你會想改變主義 我可以再思考一下嗎 可以可以 沒關係 這個問題好 好 我先反過來問贊成的 贊成加入的人 誰可以分享一下你的理由 因為就是 我們以前IKEA的 我已經是 這個同工的事件 是 如果假的 他們第三章 你只是說 他可以讓 製作大眾 去信仰他 因為他有這件事情 因為他有這件事情 然後 就是 OK OK 所以你覺得 因為經過了第三方的認證 可以 讓別人更加的相信 你是沒有在用同工的 對 你這時候變得比較 這件事情會比較透明 如果就是 有其他的安全檢驗 那為什麼不找 一璇來做 一璇來做認證 成立一家 一璇來做認證公司 但是我沒有那個行銷 也可以畫你的臉 在認到徽章 可以把臉的照片 填上去畫個徽章 這樣會不會 也可以拿到類似的效果 你也是第三方嗎 跟我品牌知名度 上場之後 再做這些 你覺得品牌知名度 這部分有關 是來自於那個地方來決定的 好 那我再回來到 覺得 不打算加入認證的人 誰可以分享一下 你 我是不是打算加入 嗯 其實我有很多理由 就是其實理由 因為我們跟公務商 其實長時間都是彼此 關係是很良好 然後就是我第三方 先督的話 會不會讓公務商覺得說 我會信任之類的 有物業的感覺 然後就是 在身為一個 如果我身為一個 社會大眾 就是雖然 加入我這個 就是 IKEA沒有 可以少用童工 但是童工問題 還是沒有可以解決 就是 我覺得社會大眾 應該更希望 IKEA是可以解決 這個問題的 因為 就算IKEA不用 但是其他 印度的什麼礦場 就是礦工 他們也會去當礦工 還會去這樣子 更危險的 那個 我打電話來了 你是IKEA的客服人 沒有 我了解 好可愛 怎麼可以這麼快就不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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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我就繼續打怎麼辦 有的人很閒的 那個 機器 好 那個 前陣子 我想問一下 你們的地毯 是不是有同工製造的 哦 對 我們的工藝商 我們發現 我們發現 是工藝商 有不用同工的現象 所以 你們的地毯是用同工製造的地毯 你怎麼可以拿出來賣 你不是要小朋友 來做這些地毯 是很不道德的行為嗎 對 我們發現了這個問題 然後 但是我們發現 就是 如果那些同工 都在IKEA工作 他們可能會去更危險的地方 例如礦產 可是你們還是在用同工啊 這樣是不對的啊 所以 難道 除了同工之外 也沒有別的地方可以做地毯了嗎 為什麼要繼續買用同工的地毯呢 可是我覺得 我們IKEA給他們一個工作機會 然後所以 我們應該就是要想一些 更完備的 更有利於同工的工作環境 可是同工本來就是不對的啊 所以你無法消除掉 我們對於同工的一個疑慮囉 但是你們 你是想說服我說 同工是一個合法的東西了 但是我們 給他們 就是 而且你自己也簽過 你不用同工的合約了 那我想問你們 認為不能用同工的理由是什麼 小孩子是要上學的 這麼小就出來工作 打工賺錢的 每個小朋友都有快樂成長的一個空間 就是他們的一個 小朋友就應該有的天賦人權是一 不可以因為任何的因素 所剝奪的 那如果你們IKEA是教育這一塊 那如果IKEA嚴附你們的教育 可是他就來上班就是不對的啊 他們就是應該快樂的念書 不應該有任何的工作的啊 念書玩耍是小朋友的天賦 不行啦 現在我看到最好的發言人是誰 你知不知道 那一個 韓國瑜應該請你去的 不要請現在這一個 好遜喔 有說葉元之嗎 對 葉元之 這個元之兄實在是太圓了 那個沒辦法 圓到沒救了 好 所以 不行的是像這樣子 那你呢 你現在的立場呢 要不要加入 就其實 我還有一個看 雖然是那個 以他們的社會結構來說 是 說實在這個標章 的可行性 那麼大 就是他們可能每一間常常都是這麼在做 所以我們德國人進來了啊 對啊 可是他們真的有 你不相信我們德國人嗎 德國品質 堅落磐石 我相信 我們做什麼事都是很嚴謹的 相信德國人 所以這個組織是我們德國人做的 不是中國人做的 也不是台灣人做的 這我們都會造假 可是他們是負責監督啊 他們不是 也不是印度人做 印度人會造假 所以我們在找德國人進來幫我們做背書啊 可是他們只負責背書啊 他們跟 我們有做檢查 我們有派人前來做檢查 對啊 他們只是背書這個廠商 我們有現在做檢查啊 這不是只是背書 是我們檢查過之後的一個揮傷 你要不要加入我們 嗯... 好啊好啊 真的嗎? 你是被我誘導過了 還是你後來覺得好像也有加入的一個必要性? 說實在 也不知道這個必要性是不是完全絕對 或是因為他們原本就已經有 自己有做那個條款 就是看起來有管無效 我們才不相信你啊 所以剛才還會說有個第三方認證 來去做確保不是你自己作弊的那個狀況 可是他第三方認證 等於是說要幫他原本RAGON背屬嗎? 嗯 他是等於說還是要另聘新的公平賞 對啊 他跟RAGON是否被開除掉是兩個分開的事情 我們先分開來看他 我們先來看看是未來 那可能加入比較好嗎? 我會覺得加入比較好 對啊 如果這個場 就是他每一間 因為RAGON行動的公平賞 那其他公平賞如果也有這種類似的情況 或這種潛在的可能性的話 加入的話會比較好 好 沒關係我們這個也是先大概進一下 在這個情形之下 大部分的人覺得要加入 只有四分之一的人覺得不要加入 這個後面我們再來談這個地方的一個問題 好 那如果談完了跟RAGON這個部分的問題的話 我們就要問到第三個問題 到底在這一次RAGON被拍到有用同工這個問題 以及印度這個地方可能有很多的工廠也在還是繼續用同工這個問題來講 IKEA公司到底對這個事情來講有什麼樣的責任 或者我應該換另外一種問法 就IKEA來講 IKEA需不需要在意他們用同工這個事情 你們就對IKEA來講他需不需要在乎 值得要的人請你選一 不要的人請你選二 現在開始 要在意這個事情的人請你選一 不要在意別人請你選二 然後回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請你稍微回憶一下 在個案裡面所描述到的一些 IKEA當中的一些發展的經驗 和裡面的一些人的陳述 來模擬一下那個部分 要的選一 要的選一 對 要負責任的選一 不要負責任的選二 跟同工是他完全無關的責任 只是被你打到不小心的 好 我們看一下大概的數字 大部分的人覺得有責任喔 OK 我先問一下覺得沒責任的人 誰可以分享一下跟IKEA無關 你看完之後會覺得跟IKEA無關的 為什麼沒人敢舉手 這個IKEA我保證我不會模擬那個 我不會玩模擬遊戲 你可以放心的舉 而且模擬遊戲很好玩 你不覺得嗎 好玩 下次拍你上來 好 最後一次上對岸課以後沒人 誒 那個不同意 OK 太好了 我覺得沒有責任啊 為什麼會有人 OK 好 那覺得有責任的人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為什麼有責任 再來看看責任是不是該責任的 他的使命願景 一到說 要讓每個人的生活 讓許多人的生活變得更好 就是這樣 那這樣子 如果那個岩酥基他的油 他用平均的油 那這樣他有責任嗎 還是這個責任是 岩酥基是岩酥基 我們現在來IKEA 哈哈哈哈 等一下 你在問你 來IKEA賣岩酥基的時候 我再來回答 對啊 用同工的事 這供應商又不是IKEA幹我屁事了 你會怎麼回答 IKEA可以去選擇他跟哪些供應商合作 IKEA不可以因為IKEA不知道 那所以到底該不該為同工的事情負責 我覺得不用啊 你絕對不用 他怎麼用同工都沒有關係 IKEA不用為用同工是新的 因為不是他用的 但是他的工程上面要自己負責 OK 好 那你覺得IKEA該負責的人 誰可以針對這個理由 這個部分再回答 回應一下 就是他不可以因為IKEA不知道 就覺得這不是責任啊 他不知道就是他的責任啊 他為什麼不知道 他應該要密切管理他的供應商啊 並且知道他的產品是什麼 製作出來的 這應該是身為一間公司 就是滿基本的製造圈 可是看在佳琳剛剛送我一個指定藥 所以我覺得她說的很難受 不行 佳琳不行 你這時候不可以放棄 你要繼續的 繼續的把它反駁回來 快點 沒有 可是這個我在法律上是有責任的嗎 沒有吧 法律上沒有 可是你上面呢 只要法律沒規定 我都可以做 就是因為大家 像我們大家都知是IKEA 誰會認識那個供應商 你不是要幫佳琳救命 你是來幫他挖洞票 是不是 我以為你是英雄救美的 結果救成這個樣子 我以為是想發言做幾下 你 平常發言次數很少 一般人就幫別人挖洞票 你也真不簡單 專業的挖洞票 我覺得提起我的觀點 很好 沒有 這很好的觀點 這裡面其實 反應出來了 就是來自於說 我們剛剛不是提到過說 到底 我們平常在看企業的問題的時候 什麼東西是有原理問題的時候 很多人傳統上面 我們只問一件事情 它合不合法 合法不代表一定可以做 因為很多人覺得說 或許你可以多做些 某些什麼事情 就可以讓這個事情 不會發生下來 那所以類似像這樣子的時候 當某些東西出問題的時候 他們可能 我舉個例子來講 像鴻海事件的時候 對於西方社會來講 碰到鴻海事件 他們怎麼反應的 你們記不記得 鴻海有一陣子 他們在富士康 在大陸那邊 深圳的工廠 很多的人 跟真天滑後地往高峰盆跳 都不小心跳出問題來了 西方的人覺得說 這次代表的事情是說 在鴻海這邊 他的工作環境是不好的 鴻海不服氣 打死不服氣 第一個 老子的薪水付得比別人高 第二個 我們這邊有給員工 很好的訴訟之類的東西 可是在那個情形之下的時候 因為這些員工不斷地跳樓 他找誰? 他找鴻海嗎? 外面抗議的人士沒有找鴻海 他們就找到另外一個人 叫做 所謂的一個Apple 因為Apple是富士康的一個大和 所以到後來發生的結果 是來自於說 富士康派人過來 去做所謂的一種 各式各樣的一個追蹤 像這樣子的東西 所以換言之來講 在剛開始之下的時候 第一個涉及到的東西 是來自於說 他有沒有可能有責任 有可能有 有可能沒有 那既然是所謂的 倫理上的責任的時候 倫理上的責任 其實嚴格來說 可以分成兩塊 第一塊 我自己覺得有沒有 例如像 我很胖 我會有告訴你說 對不起 我不是胖 我只是股價大 這是我講的 我覺得我只是股價大 但如果外面的人 都覺得我很胖的話 那麼 對於其他人來講 我就是很胖的 他們在說 胖的人要減肥的時候 他們就會覺得說 我該減肥的 儘管 我自己覺得我股價大 根本胖無關 可是 在他那齊選之下的時候 我可能是一個 要減肥的人 那麼 類似的觀念來講 回到倫理上面來看的時候 倫理的層次之一 其實是來自於說 王毅史在講說 倫理是一種叫做 社會建構的產物 換言之 社會上面對於 對分錯的道德的標準 對我們的行為來講 可能會有一些 直接或者間接的影響 但我是我要回應它 我是要改變 去說服這個社會 還是我要在中間 逐漸的去Compline 去遵從這個社會的一個部分 當然是我所選擇的 像這樣子的東西 所以在剛的行程之下的時候 的確IKEA本身有可能會被 人家說要負到的責任 如果說負到這個責任的時候 第二個問題又出現了 我要負到什麼程度 童工是問題的話 那在這行程之下 童工這個問題 IKEA有責任的話 我的責任到什麼地方 我可以怎麼樣來規避 或者償還這個責任 你們剛剛有八成多的人告訴我 IKEA該為這個童工是您負責 那我該怎麼負責 或者我簡化來看 第一個 你說我的神免用童工 這是個不道德的行為 就好像是說 我今天做的香腸 裡面有非洲豬瘟的豬肉 所以你覺得對我來講就是豬肉 非洲豬瘟來講 反正行為講得很清楚 煮一煮熟了豬瘟就死了 所以可以吃啊 我沒有做錯事情 可是 在這行程之下的時候 你們覺得說 我不該要非洲豬瘟的肉 來做香腸 那這個時候我該怎麼辦 不要買就好了 對不對 所以選擇第一 搞不好 如果你覺得我的問題 是在說我用了這些 童工生產的檯子 是我做錯的事情的話 好 那我總可以不買吧 如果我不能夠確保 這邊的廠商 用的 所做的地盤 都是 完全沒有童工的話 我可以選擇 我完全撤出這個市場 完全離開印度這個地方做賈賈 這樣看起來 我是不是就不會 有去 做出 使用童工製造的產品 銷售 使用童工製造的產品 這樣子 就讓你們都覺得不爽的事情了 這叫做A的方案 第二個方案 你覺得說 我今天 我今天該做的事情是 我不只 我不應該撤出這個地方 而我應該盡量 去留在這個地方來改造它 這叫做第二個方案 那麼對於你們來講 你覺得IKEA應該怎麼選呢 是前面的第一個 我乾脆完全撤出印度好了 既然印度這邊有很多的童工 我可能處理不了 我乾脆撤出 還是你覺得說 你贊成的是 IKEA不能夠撤出 我應該繼續在這邊 想辦法 散播我的福音 告訴大家 用童工是壞事 請你相信我 請你跟著我 讓我們一樣 不用童工 特別請注意喔 IKEA是一家西方的公司 西方人最喜歡做什麼事情 傳福音 改造別人傳福音 所以這看起來難像西方文化 所以如果是你的話 你要怎麼選 如果你選擇 特出 請你選一 你選擇 留下 進來改造 請你選二 有聽懂這個問題嗎 有聽懂這個問題嗎 好 第一個是完全放棄 第二個是改造 好 等一下 OK 很好玩的比率 贊成完全退出的人 誰可以分享一下你的理由 因為我覺得 IKEA 他主要就是在做家具 他今天去 他不是專門做CS 而去躺著 他的渾水也要花很多成分 我覺得沒有必要 就等 印度環境改善後再回覆就好 我覺得 你覺得乾我配收拾做家具呢 我又不是拯救世界的英雄 Good 還有誰是覺得 側數比較好的 可以分享一下你的見解 側數比較好的 明明有三層多的人撤出門 還有誰可以分享一下 還有誰可以分享一下 那 顏尾在哪邊 你呢 我為什麼要留下來 為什麼你要留下來 你不是 你不是這個家具手 你知道嗎 你什麼時候想當超人拯救世界的 因為覺得跟他們的理念比較強勢 可是他們如果未來在 就是在很多朋友 就跟他們一起來做分手 然後他們應該會更有的配合 然後這樣子 可是這樣子 你的賺的錢會變少 對 可是加上收拾之後 你可能已經想要進入一部市場 所以我覺得這應該會成功 OK 所以你覺得 把這些該做的事做好之後 可能會有更大的一個希克的能力 所以基於這個理由 你會覺得想留下來 好 你們記不記得我們過去談到過 有兩個概念 有兩個名詞 第一個叫做 Social Responsibility 第二個叫做 Social Responsibility 好 這兩個名詞的差異點 在什麼地方 這兩個名詞的差異點在什麼地方 這個是不是認為 我們應該要做 因為自己 額外去做 社會食材 好 在第一個 Social Responsibility 在你的概念之下的時候 傳統上面的講法 是來自於說 他比較強調你是一種 算是被動要求之下 做出來的那個狀況 所以 例如想社會吸取我 不要用鴻工 是的 我就不要用 就是要做 所謂的一個被動式的狀況 那麼 Responsibility 來講 他強調的是來自於 是一種 所謂的一個主動介入 改造社會 引領風潮這樣子的狀況 所以在我們剛剛問到那個問題當中 前面撤出來講的時候 他會是一種偏向的是 被動式的 去符合社會期許的方式 來做這個事情 那第二種 所謂的一個主動介入 改造的時候 代表的事情是說 在理論上面 他的態度上 就是這樣來說 企業是有責任 去幫社會創造更高的價值的 儘管我些時候 這個價值 跟我的本業無關 但是當我可以盡到 分心力的時候 我應該要自己的介入下來 這樣做第二塊的部分 好 那這時候 最後一個問題又出來了 到最後 到底 Bernard怎麼做的呢 到最後發生了什麼事情呢 好 讓我們看一下最後的結果 檢測到下一頁 好 第一個 當這個事情爆發完畢之後 Ikia的第一個反應是 他跟Reagan這家公司 依據合約的關係 他宣稱說 我依據合約 你用了同工 所以我們要解除 解除 我們所謂的公益上合約 這時候 Reagan他當然很不熟 他覺得說 我們合作了這麼久 合作了十幾年 而且你叫我們改善環境 環保的東西 我也改善了 我也找到錢下來了 而且 真的不是我做的啊 你為什麼不肯相信我呢 有的人就很不爽 那不爽怎麼辦呢 是要來打官司 好 再來呢 當他把這個公司給快來跳之後 接下來 他們到了 他們到了這個地方去 到了這個電台上接受訪問 接受訪問的時候 他就開始被問說 你現在怎麼辦 那Ikia當時給他的答案是說 這個事情我們覺得很抱歉 Ikia是一家有道德的公司 我們堅決反用 用任何的形式運用同工 不管任何的一個原因 所以 我們已經跟這一家 這家有去用同工的工廠 給解除了合約的關係了 我們用像這樣子的方式 來跟各位 呈現我們的倡議 上完電視 接受訪問完了不久之後 接下來 媒體提到的一件事情 這個紀錄片是假的 這個拍紀錄片的導演 很喜歡到處拍一些假的東西 在那邊當作黑人家 這叫做 接下來 發生的事情 好 後面還沒有完 在今天完之後 Ikia開始尷尬了 我才剛把歸桿幹掉 現在你跟我說是假的 那我怎麼辦呢 好吧 Ikia的決定就是說 我 一 我不太跟這個工廠商 規復合約 第二個 我還給他一筆錢 我要做賠儀償 是用配上你那個商業上的損失 還有營運上的損失 在他工廠拿到這個錢之後 他做了什麼事情呢 在他工廠的旁邊 把他這筆錢 蓋了一間學校 給他們那邊的小朋友來念書用 這是他們當時想到的一件事情 好 那 接下來呢 回到了Rockmark的這個問題 因為事實上 就一般最直覺的想法來講 從行銷的角度上來看的時候 這時候代表的事情是我的品牌 受到了一個重大的損傷跟質疑 特別是在一個熱度上面 那 這時候我要怎麼做呢 正常當分的行為來講 可能會說 我們來找個Serve Party 我來加入到這個團體 由第三者來幫我背書 可是這時候Ikia的選擇是 對不起 我不要加入 跟剛才Gamine 我們就絕對的想法是不一樣的 那大家一定會問說 為什麼Ikia不要加入 Ikia的原因很簡單 他其實的理由是來自於說是 他不是很確信 Rockmark這家公司 這個組織 他會認真有辦法 確切的 來幫我 去把這些所謂的一個 嗯 這種所謂的一個 使用通通的地產產商 都給揪出來 第一個事情是說 畢竟在這組織裡面來講 這個所謂的肺力組織 下面還是有很多印度的一些人 跟他的產商 之前會不會有掛鉤 他不是很確定 第二個 他有點懷疑說 請記住 我們剛剛提到過說 很多印度這邊的代工 是在家戶裡面都存在著的 我要怎麼樣可以確保到這一點呢 他有點懷疑 所以 他覺得 既然 買到了這個推章 不見證 保證沒事的話 我乾脆不要做 那我要做什麼事情呢 好 跳到下一頁的地方去看 在這個事情之後呢 這個主角 他變成了 IKEA這家公司來講 類似算是所謂的一個 專門處理 跟兒童相關事物的一個人 因為在IKEA這個事件當中 他們給出來的觀點 叫做說 我們要想辦法去做 對於小孩子最好的事情 而根據過去的同工事件當中 例如像在98年的時候 世界杯竹球賽的時候 有不少的衣服 是在所謂的印度那邊在做 結果當時呢 後來美國那邊 他們禁止這些有使用同工協議的國家 進口的產品 所以 當時所有的供應商都撤離了印度 造成的結果 是印度那邊大量的 本來做這些統一的 有衣服的地方 繼續來講 很多的人 一個可能被餓死 因為失業 再來 小朋友 因為沒有衣服做了 家裡還缺錢那怎麼辦 送去挖礦 甚至還有送去賣銀行 在這種情緒之下 他們發現說 對於這個是個壞事情 但是如果我只是用這種消極的手段 這個出來就不管它的話 那搞不好對當地的人講會更糟 也可以講 對於這個人來講 當時的人他覺得說 事實上這樣子的做法來講的時候 可能並不見得是一件好事 搞不好留下來 還有參與改造的一個機會 所以呢 在他的主導之下 伊西亞也開始跟另外一個 聯合國財共基金會那邊 就是有合作 他們在針對兩百不同的村莊裡面 建立了所謂的一個 ALC這樣子的組織 ALC的意思指的是 一種 另類型的學習的機構 因為在印度當地 這些小朋友在工廠裡面呆走了 他很難直接回到正軌的一個教育體系裡面來走 所以他們設計的另外一套 所謂的一個教育體系 雖然不見得有正式的文憑 但是可以幫助他們 假設作為所謂的轉軌到一般學校使用 或者說當你無法轉軌過去的時候 至少至少你可能可以學到一些 基本的一些式字啊 之類的像這樣子的東西 然後並且到後來的時候 他還跟那個組織當中合作做另外一個東西 是說他來提供一些 所謂的一個小額的信貸 Microfile Finance這個概念 然後呢 去幫助裡面的一些婦女 去用創業這樣子的方式 來幫自己賺更多的錢 在這種情形之下 就會比較不需要 去讓小朋友來做同工了 是IKEA登的時候當中 他們想到的一件事情 你知道後來當中 他們還有其他的一些計畫 就去想辦法 繼續去把說 所謂的一個母親的部分來講 給納回到所謂的一個 就是他本身這邊 在做的一些東西 所以 那麼 至於說所謂的一個 那個叫什麼 是我要留在印度呢 他們的答案是是的 因為我留在這邊 我才會繼續跟他們猜討下來 那可是 同工的問題依然存在對不對 請跳到下一頁 好 所以呢 他們就 在1998年、1999年的時候 IKEA開始換了他們的一個CEO 這個CEO上任的時候 他們就開始指定說 我們這一任當中 我們最重要的 十個重要的策略目標 這個策略目標當中 並不是在寫的事情 是說 IKEA要成為世界最大的 獲利最高的 市占率最高的 品項最多的家具供應商 他列出了很多十個同格項目 例如像 我對於顧客有什麼關係 我對於員工有什麼關係 對不對 其中 在第九條裡面呢 他很重要的東西是來自於說是 他認為我們應該要去強調 我們對於環境 還有這些社會責任的一個重要性 從頭更大來的一個社會價值 所以 他們雙列的一個 一個所謂的一個團隊 叫做 I-Way這個團隊 他來檢視所謂的 I-Way O-Postressor 這樣的一個檢寫 想去說 透過他對於 供應商的一個 採購的控制的能力 來去幫助供應商 去進行 去救導供應商 願意進行一些 較為合乎 他認為的倫理標準 剛剛該做的事情 然後呢 在這個部分來講的時候 他乾脆 既然我們能夠確保 Rockmark 能不能夠自己去 嚴格的檢查這個部分的話 那 乾脆我自己來做好 所以我就請了一堆 最早請的是85個 所謂的一個 Componized Officers 到了兩三年之後 這個規模擴大到兩百多的人 他們就是到處 到處去做 所謂的一個 不定時的一個抽檢 就是你像我們現在看到的 檢查像瓶劍之類的有沒有 跟我們約好的 所以就在那邊畫了一堆牌子說 你們的五大學習目標是什麼 期待各位可以把它背下來 像這樣子的東西 這樣是照講的 他們覺得比較有效的事情是 我就臨時的抽檢 那 除了自己抽檢之外 別人會覺得說 那你這樣抽檢是 是玩真的玩假的 他還會擔心說 自己的一個檢查 的一個抽檢 功力不夠 所以他找了誰呢 找了一家公司 叫做KPMG KPMG 是一個做 會計師事務所的 ODIM的一個單位 他請他來幫他做 另外的一個 外部的集合之用 來確保說 自己做到的東西 是沒有背漏的 好 那 可是 尽管是像這樣子 這樣做完之後 印度有沒有所謂的一個同工 問題繼續存在著 所以 像2003年的時候呢 在他整個計畫裡面來講 他發現到說 好 有九個 像這樣子的 使用同工的一個紀錄 被他發現到 2004年的時候 他發現到 13個這樣子的Case 到了2014年的時候呢 他就把所謂的一個 十個供應商 認真的做解固了 在他現在 心在這個政策之下的時候 他覺得說 當他一旦有所謂的一個 有同工的嫌疑的時候 他必須要做 更認真的一個集合 並且 他確認的時候 他該做的第一個動作 並不是馬上的解約 他覺得解約 不能夠解決問題 我要教對方說 你可以怎麼樣子 不用同工 這樣會造成 對你跟對我的好處 如果在這樣子的 輔導期 再犯的話 那就很抱歉 所以還進入到 所謂的一個解約的階段 好 到到下一頁 當然到了後來的時候 這些事情來講 還是有繼續發生 很多的一些 相關的一些問題 那麼 到了後來 IKEA成立了另外一個單位 叫做IKEA Foundation IKEA基金會這樣子的組織 這個組織裡面 很大的一個部分的重點 就是放在說 追求對於兒童更好的生活 而不把它僅限於 在所謂的一個 不使用童工這樣子的東西 這是在當時當中 他在U.C. Berkeley當中 所進行的一個訪談 好 那 這個部分 資料放在福利的網大上面 所以有興趣的同學 你們可以回家上網看之後 再來看這個影片 好 那這個影片有說 特別找的是 有CC 就是有字幕的 你們可以看一下 嗯 特別找到這個東西 所以應該會比較好看 那有興趣的人 可以聽他一下 他自己親口講 他在Foundation 當中的一些資歷 好 那我們上到這個地方就好 謝謝各位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